嗨,活鸡们,我是富伦方 我前几天在一个中国的重新交友网上看了一个电影 很老的外国电影 你不会死的朋友 我知道,你知道 可上帝知道 我来问问 然后我发现他们竟然用中文配了音 我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很神奇 然后如果外国人真的是这么说话的 会是什么样子 嘿,早上好 早上好,活鸡 今天天气怎么样 哦,马丁,快看啊 那是什么 似乎你这鸽子在吃你的三明治 什么 哦,不 哦,不,你这是愚蠢的鸽子 瞧你干这蠢事 它好像上我飞过来了 哦,我的上帝 见鬼,这该死的鸽子 快滚开 盖在上帝的份上 哦,活鸡,你快帮帮我 这太不可惜了 我的上帝啊 该死,你快滚开 我要狠狠地踢你的屁股 我发誓 我真的会这么干的 我发誓 不,你不能这样 哦,不 求求你停下来 哦,好极了 我是说他终于走了 这真是糟糕头了 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 是的,伍斯特先生 这真是个疯狂的早上 我们为什么不去喝一杯咖啡呢 但是你看过这个配音是谁配的吗 哦,天哪,我打中的 可奈儿先生,我打中的 我真的有点好奇 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口音来配音的 为什么不能用正常一点的 或者你真的用一个外国人的口音 奥古斯特先生最怎么样呢 我不错嘛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那么夸张的口音 请你再评论写一下 我也很好奇 我觉得没有人是这么说话的吧 我觉得没有人是这么说话的吧 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学中文学得这么好 哪里哪里哪里 首先我的中文水平不是十成十美 我很多时候也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 特别是东北人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方便问 啥意思 啥意思啊 啥意思啊 我就会假装听懂 他肯定在说一个很有道理的话 这个更让人以为我的中文十几 其实我听不懂 语言水平越高 学习的时间越长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我和一个学习十年的外国人比 是没法比的 但把我和学了一年的中文比的话 我当时的老师都说非常标准的普通语 但是上课之外 他们都说各种乱七八糟的方言 当时有点听不懂 但现在好一点了 然后我还会去那些网站找老师 找一个中国老师 教我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帮助 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师 你想在网上找一个靠谱的比较厉害的 如果你要这样学习英语 我就找一个网站叫 他们的网站挺好的 你可以找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学习英语 他们很厉害 推荐一下 我还在努力的进步 你可以听出来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可能知道 我的中文一天比一天好 因为我每天都拍视频 然后我还要跟你们沟通 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 希望我明年三年以后四年以后 我的中文水平就是越来越好了 我的货鸡们 我是富人范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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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epop, Lalepop, oh lalala, lalala, lalepop